來 做法 這個拉椒好辣 怎麼吃? 這就好 好像喔 一點點不同 100%不同 大家好,我是Riveren的Kazu 你知道嗎?滷肉飯的香料不用摩天粉 而且不用直接加下去 學到了 我覺得應該很多跟我的反應一樣 看到就有点想要小尖叫 就嘿~~ 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可以去看上一集了 对 上一集的肉肉饭 好 那今天是第二段 今天的字第是 我已经有看得到 在那里有 对 已经买好了 那今天是什么东西呢 来了 来了 台式的泡菜 臭豆腐一定要配 其实上次的影片留言 很多人就想看臭豆腐 臭豆腐完全不知道怎么做 所以先做台式的泡菜 留言有看到有人说 想要看从发酵开始做臭豆腐 臭豆腐要发酵 是需要用臭豆腐菌那种的细菌吗 那豆菌吗 我也没概念 今天要挑战看看 做台式的泡菜 哦 蛮酸的 台式的泡菜也没加的味道不太一样 真的 的确 因为有些是有辣椒 这家是没有辣椒的味道 所以不辣 而且台式的泡菜有很多便异的做法 但是我现在不能告诉你 因为我告诉你 我就把材料都讲光光了 其实它的材料没有很多 嗯 这个酸味我在很烦恼 是白酱的酸味 或是乳酸症的酸味 但是我有一个概念 嗯嗯嗯嗯 有有一个概念 酸味 你可以做以这个为贝斯 然后去发挥发展出你自己个人 印象中吃过最好吃的泡菜的口味 我喜欢的是甜一点的 哦 好难哦 那我先准备材料看看 这个好像家里都有 我还在烦恼 要不要加白酱 或是不要加 已经放弃做台式的泡菜 我要做多口的泡菜 为什么你预计会几天做好 诶 不过一个礼拜吗 那我要做多看 你听闹 好 咖啡子是在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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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心疼的 所以大家说了 那些不在里面的 都没有在里面的 咖啡子是在里面的 台式的泡菜 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 我刚刚吃的台式的泡菜 有切细的 所以应该是 切 这种的感觉 很厉害吧 泡菜 很重要的地方是 应该是要 两重量 这个蛮重要的 不然不知道要放多少的 点吧 500克 这样 红萝卜 每一个台式泡菜 里面的比例很少 所以就应该少一点 然后刚刚太太 没有修什么 直接给我这个 那应该会用到这个 偷偷提示 67 这个维持太久还蛮正常的 五六七 好 那我要加盐巴 我想要放2%的盐巴 可以 水 靠好了 我好像做台式泡菜的时候 没算这么仔细 我觉得最传统的做法是 这样子的 白酒也需要钱 但是只有盐巴 可以做出来 好吃的泡菜的话最好 这个鱼 这个鱼 能量 这一切 大事 中的水分 出现 重要的 不然有点 有点 有点 不然 有点 不然 不然 有点 脆味道 有点 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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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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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可抑 可以 所以就是做一些料理的 所以��面就像我的料理的, 但我做這個问题 但是我愛情很喜歡, 如果我愛情都在做的, 你不相信? 是不是知道吧, James? 就像是吧, 什麼意思呢? 色情有很多的要求 真的做所有的寶寶 但是我仗想有的, 但是我把吃力的家製作 所以大家做一個《最高級技師》 說個掌簾的不一樣 好了 不論實話, 真的不是 不論我的愛情是 were in love and peace 使用我嗎 使用我 不然能量押押 但是它能量出不少 啊 能量出水 它的見面非常近 很像 爽 水分出了 砂糖 摸 摸 我先吃了一口 太多了 我們吃 似的味道太少 我們是不是在做什麼 哈哈哈哈 多少可能 還有有殺菌的功能 還有辣椒 蒜頭、生薑也有殺菌的功能 但台灣的料理是滿常會用到蒜頭 所以這裡沒有加蒜頭 也配其他料理一起吃的話 覺得剛剛好 哇這個辣椒好辣 哇 こんなに辛くなくてもいい 哇好辣 哦 吃辣東 有飯 不然 不然 烤了 這就是水瓶子的蒸腥 蒸腥是滿足的 好辣 水分が沸騰 水分を沸騰的 剛才的雙手で握手 握手 不然 我這個辣椒 那麽 那麽 我本身是很激 是 水分的 破壞 沒有錯嗎? 是不是長得很像? 打開看看 這樣看得到嗎? 上面有很多的泡泡 這個是有發酵的意思 喔!酸酸的味道 然後這個是 因為上面一定要泡到水 所以這個是水 如果家裡有種的東西 就可以放上面 我剛好沒有了 所以用帶子 是不是長得蠻像? 台灣的泡菜是不是更軟? 嗯 喔 差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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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差一點 怎麼搞的 全然差一點 明顯是很辣 三味是一番夠的 但是甜味不夠 什麼意思? 冰湯嗎? 說不定的 砂糖 還有 味噌 日本的漬物 加料的方式 味噌 好菜 味噌 砂糖的 味道很近 放入热豆腐的味道很美味 今天不是这样的 放入了 你试试的话,你会选择 这样的? 哇,近了! 这个是来的! 哇,像像! 现在,我们来吧! 做好了! 怎么样? 真的是不是很像? 好像喔! 重点是味道闻起来也是一样 但是味道怎么样呢? 怎么样呢? 吃吃看! 我觉得吃起来比外面的小吃店 的那个酸度更温和 外面的那个酸度比较刺 我知道那个做法应该不太一样 对不对? 外面的小吃店不可能做一个礼拜 也是 他们一定是用最快速的方式 然后最便宜的方式做出来 这个时间成本有点高 你完全没有加酸的东西吗? 没有 它这个酸味到底是哪里来的?好神奇喔 里面有乳酸菌 你说飘在空气中吗? 对 然后高力赛的上面也有乳酸菌 就乳酸菌的酸味 是健康的吗? 是健康的 很酷耶!大家可以做做看 你如果有在鼎太峰吃过泡菜的话 你会觉得哪里太峰的泡菜很不酸 很温和的酸味 就是这个酸味 就是这个酸味 你可以先吃吃看旁边的那罐的味道 为什么这个比较甜? 有加砂糖 偷偷加吗? 对 一开始做的时候 我是大概 盐巴给砂糖一比一 感觉台湾的泡菜 是不是比较甜? 砂糖的比例比较高? 不是比较高 是非常高 非常高 所以后来我加了很多 有人做台式泡菜用那个雪碧去做 雪碧? 你就知道到底有多甜 难怪那么甜 对这个真的是甜度很低的 然后酸味很温和 但是方向真的就是台式泡菜的方向 这个大概是外面小吃店的泡菜的半糖 但是可能这个配那个臭豆腐 有一点会被臭豆腐盖过去 味道比较大 对 单吃的话这个很ok 那今天是只有这样 成功成功 算成功 我还蛮意外的 那下一个我要做什么呢? 是面线 我觉得超难的耶 面线 我已经知道面的部分是红面线 但是红面线不知道哪里买 所以我没在找 打算要做大肠面线 好且你没有跟我说你要做青面线 所以大肠面线的话你要卤大肠再加面线 有一种越来越难的感觉 那你们记得开小铃铛还有订阅 对如果想要追踪这一个系列的食谱的话 嗯 可以密切锁定 好那下周见啰 拜拜 那我们下期再见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